市的主播可以看见白色轿车挡风玻璃沾上了泥土 还能看到有个盆栽倒在路旁 地上也有一些散落的泥土 现场有些混乱 高雄市左移区维新路一出明宅前 26号晚上11点多传出街头砸车事件 据了解有名男子疑似酒后心情不好 竟然搬起明宅前的花盆铁栅栏 随机朝路边车辆猛砸一顿 附近居民听到声音都吓坏了 警方获报到场 看见几名男子聚集在一起 其中一人涉嫌砸车 还不断出言挑衅警方 警方将男子强制带回警局调查 男子上车后还继续不断叫嚣 另外爱车无辜被砸的车主 事后也来到派出所做笔录 挑衅呛警察的男子 将因设委法移送法办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